各位,有一篇文章已經在網上傳了很久 到現在我才看到,寫得非常不錯 現在讀這個版本應該是在中國內地大陸人寫的版本 稍後我再跟大家讀一個香港人的版本 兩個之間有什麼關係呢?我不知道,但幸運用字都很相似 所以我不知是誰抄誰了,但各有各的不同的看法 儘管和大家讀一讀 開頭大家一樣的了,所以大家可能會聽上來一些耳熟能詳 不如我先讀了這個雙上的大陸版 對政府不足可以批評,但不要漫話 對社會不公可以不滿,但不要攻擊 對祖國的缺失可以痛心,但不能脫棄 我們這一代人,由貧窮向小康,經歷科技進步最快 社會變化最大,生活方式變化最明顯的一代 我們曾經面朝黃土,會教黃鐵 受過勞苦,捱過肌餓,經過旁鑊 亦有過失望,做過美夢,有過理想 幾十年間,窄決了千古神仙聖賢的智商 從當年連單車都買不起,到如今駕駛汽車 坐飛機出行的平常 從飄洋過海的環球旅行,到抗世飄渺的虛無網遊 我們這一輩人生經歷,跨越數千年 生活品質超過了無數代 而如今,從銅音朗朗,去到白髮蒼蒼 從拍公仔子,彈波子,跳橡筋,到坐高鐵 遊遍祖國,秀美山村 我們漸漸步入老年,我們一日將步向永恆 但是,我們直,我們應該知足了 我們這一輩,沒有經歷過兵方馬亂的戰爭 流利顛沛的逃亡,割破家亡的悲憎 淒離止散的悲傷 對政府有不滿,我們基本生活無憂 對世界有不公,我們依然逍遙自在 雖也辛勞,但是是為了兒孫 雖有苦衷,總還對得起人生 雖經磨爛,但能夠劫後餘生 我們活的是最值得的一代人 六七十歲,似乎經歷了六七千年 看到過原始生活的痕跡 原始社會的痕跡 經歷過封建殘餘的侵殖 幹的是偉大的社會主義 我們這一代出生在困難的時期 成長在六七暴動的時期 學習在貧窮的時期 工作在奮法的時期 退休在追夢的時期 寂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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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寞 但你可知道在這個環境之下 世界上有幾多國家 包括西方發達國家 如果在這個時刻 獨行 絕對是最恐怖 最危險的時刻 能活在當今 是我們的幸運 再也不要說我們的國家 香港也都不幸 那又不行 這不幸那不幸 荒岩全球 有哪幾個國家 能跟我們的祖國比 能夠時刻記住自己 是中國人 對不起 我拿過 我打算這篇會是一篇大陸人寫的 原來都是中國人寫的 我看看現在這一篇 是香港人寫的 我讀了香港人寫的 不要緊 我現在跟大家讀一篇 就是大陸人寫的 只是讀了 因為它開始的差不多 現在跟大家再讀一篇 這篇就是大陸人寫的 很明顯背後的東西不同 但儘管讀給大家聽聽 對政府的不足可以批評 但不可以賣罵 對社會的不公可以不滿 但不可以攻擊 對祖國的缺失可以痛心 但不可以除氣 愛祖國就是愛自己 各有不平 我們基本衣食無憂 世有不公 我們依然逍遙自在 以下這段話覺得非常好 以往所看見的 關於四零 五零 六零 的評說 都是四零 五零 六零 經歷了多少磨爛 尚盡 多少斧頭 今天上午我看見一個朋友 發來一個說法 覺得他的說法很有道理 客觀辨證 每碗都是正能量 我欣賞這個態度 特別推薦給各位朋友欣賞 傳當是一頓美美佳牙 他是這樣寫的 我們這一代人是由貧窮向小康 經歷科技進步最快 社會變化最大 身為方式變化最明顯一代 我們曾經面朝黃島 會朝天 受過勞苦 捱過饑荒 經過彷徨 有過失望 作過美夢 有過理想 而是有一個樓上樓下 電燈電話 三傳一響 西莊隔離的旗班 大了也享受過 呼機 手機 電視 電腦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幾十年間 入地 地鐵 上天 飛機 超越了歷代皇帝的待遇 隱身網絡 兩張 兩張 是影像的 視頻 集結了千古神仙 聖賢的智商 從當年騎自行車出門的美感 到如今駕駛汽車乘坐飛機出行的平常 從飄洋過海的環球旅行 去到曠世飄渺的虛無網遊 我們這一輩人 人生經歷了幾千年 生活品質超越了無數代 而今從同音朗朗去到白髮蒼蒼 從推鐵環 跳皮彈 到左高鐵 漫遊祖國 壽美山村 我們漸漸步入 努力 我們將走向永遠 但是我們直 我們應該知足 我們這一輩 沒有經歷過兵荒馬亂的戰爭 流離顛沛的逃亡 割破家亡的統一 淒離子產的悲傷 各有不公 但我們基本生活無憂 世有不公 我們亦都依然遭遭自在 雖有勞苦 卻是為了兒孫 雖有苦衷 總還對得起人生 雖經磨爛 但能夠劫後餘生 我們要放飛夢想 苦平心情 瀟漢世界 樂隊人生 特別是我們還搭上了科技發達的抹班車 我們廖美心 健康快樂每一天 我們搞網購 新奇物品送身邊 我們打滴滴 專車接送自動褲 我們搞團購 食住打折 肯隨便 我們一常聚會 同學朋友樂回天 知足吧 知足可以常樂 知足吧 知足可以有幸福 每一天 保持自己的身體 愛護好自己的一切 健康快樂 幸福 永遠將陪著你 諸位 我們是活得最值的一代 五六七十歲 似乎經歷了五六七千年 看過原始社會的痕跡 經歷過封建殘餘的侵襲 幹的是偉大的社會主義 我們這一代出生在困難的時期 成長在文革的時期 學習在撥亂的時期 工作在改革的時期 養老在追夢的時期 值 好值 沒有白活 親愛的朋友 當你神念在龍陰小道上 當你走旺在鬧屎人群中 當你夜半聚會龜瓜在無人的街道上 你帶著憂閑 亨著小吊 蕩著小吊 蕩著大街小巷 可能有一肆恐懼 但你知不知道 在這個環境之下 在世界上有幾多國家 特別包括西方的發達國家 如果這個時間獨行 絕對是最恐怖 最危險的時刻 朋友們 知足罷 能活在當今 是我們的幸運 再也不要說我們的國家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放眼全世界 有哪個國家 能比我們的祖國相比 時一記住 自己是中國人 祖國萬歲 萬歲 萬萬歲 兩篇文章比 我就比較喜歡 後面這篇 兩篇文章都很精彩 一個是說出香港的經歷 經過六四 不過六四之後 我就來了澳洲 所以後面那段有些不同 但基本上人生都算是這樣 我聽說 我自己不知道 從來沒有遇過 我阿姨很有錢 但沒用 我一出生就 爸爸沒有錢 一直都 我爸爸去世 我們只成為一個小康 一個中產階級的下半個 雖然我有幸 可以在香港讀大學 之後出來 可以有份安定工作 結果也移民到這裡 也可以現在退休 生活無憂 算是這樣吧 但是在那些富裕 我絕對不是 但如果在那些精神生活 我就覺得自己 真的很幸運 我真的很幸運 我喜歡看書 我現在的書 看得到我窮 多少世人都看不完的書 我喜歡看什麼書都有 所以他說 我們有以前聖人的智商 全部的智商加在一起 這個不是智商問題 而是我們有能力 看到我們想要看的任何東西 這是一個很厲害的科技進步 我講過 我小時候是用算盤做加減數 我做盛隨數 今天我按按計算機 搞定 不用 拿手機出來搞定 我們 我想像到 我可以在這裡 和我在美國的媽媽 和我在香港的弟弟妹 和我在美國的妹妹等 可以做一個 六七個不同地方的一切 和在美國的視頻聚會 而且一聚會 一聚會可以聚會幾個小時 而不需要付錢 這些你都想不到 我從來沒有幻想 可以有這樣的日子 但這些日子 以前的皇帝都沒有那麼好 我們現在這裡 很冷 很熱 很冷 以前皇帝 離後想 最多是搬一塊雪,找一個人在你身邊撥一撥 跟這個相差很遠 我們現在的人生好到要去哪裏旅行? 沒問題,上網上 訂了飛機票便可以走 小小一點也沒有麻煩 行李嗎?喜歡很多件,不喜歡,去到才買你未遲 無所謂 這種生活還有何求? 真的還有何求? 滿足 這一生 值 真是值 很感謝人生給我這個機會 值 знаете,好景點 一點 可個 win